好幾個檢疫人員在外面 檢疫人員全副武裝 多台防疫專車一旁待命 衛生局急急前往智慧城市論壇會場 擴大匡列 要帶走外賓 因為確診外賓再加一 我們也是早上 因為依照規定今天要做採檢 所以早上四點多就到旅館去採檢 那採檢結果的確是有一位 CD值比較低 大概二十幾 那昨天還是陰性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陰轉陽 陽轉陰 所以目前為止 他同船的部分 我們現在都已經請他們可能暫停 我們都會移到居隔的旅館去 真尷尬 前一天柯文哲和鄭文燦兩位市長 都和確診外賓同場 新確診個案是波蘭籍工作人員 衛生局在匡列八人隔離 其中包含波蘭市長 正在做他在會場的一些行動的確認 所以請大家稍稍勿照 外賓接連染疫 國境關卡沒檔在外 專案泡泡出現破口了嗎 原來當初入境採檢不同調 北市和國發會往來公文曝光 三月初第一版本開放在飯店裁檢 導致上午有十七人直接入境 但最終版本規定得在後繼市統一裁檢 才由防疫計程車再往飯店 其他十三人才適用 為何兩種版本 公文跑太慢嗎 外賓展疫讓同場互動的政府 中文還沒回文 來的文當然是比較晚 帶文是三月十八號第二次的文來 在我們的立場以前 我們在協調 我已經跟他們表達過 就是第零天就要來見 至於在什麼地方 因為各個貴賓來賓各有不同 交由指揮中心 交由主辦單位來做安排 外賓展疫讓同場互動的政府官員 人心惶惶 若將防疫制度甩鍋給公文來不及 恐怕難以扶重 近新聞黃宣許家盛採訪報導